今天我们有新增了245例 COVID-19的确诊 240例是本土 5例是境外移入 连续4天本土疫情破百例确诊 累计起来共959例 台湾疫情大爆发 双北确诊人数暴增 主因跟双北在疫情警戒区 推快筛有关系 相较于双北市 有筛有确诊 其他县市没筛就没病例 但现实情况是 病毒早在社区流窜 火烧的阵望 双北18号起全面停课 其他县市眼看苗头不对劲 纷纷呼吁中央也要跟进 似乎扛不住这股来自地方压力 教育部终于宣布了 从5月19 从明天开始到5月28 我们全国各级学校 包含公私立幼儿园 就停止到校上课 那么该才以居家线上学习的方式 指挥中心透露 全台有37名学生确诊 从幼儿园到大学通通有 不少家长早就跑在政策前 提早帮孩子请假 等到疫情扩散 中央才宣布全面停课消毒 慢半拍的防疫 也让民众心慌慌 面对变种病毒强势入侵 除了双北设有快筛战之外 彰化 屏东 花莲等县市 如今也要跟进 随着各线市快筛战增设 确诊人数恐将迎来 新一波高峰 记者综合到